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赛今年初 世界雨联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新规 其中规定 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每年至少要参加12项赛事 这就让开年的马来西亚印尼大赛众星云集 球迷们也迎来了开年的好戏 而雨团的新势力们也逐渐形成了统治力 正所谓黄亚琼 自2017年澳门公开赛配队以来 连拿澳门公开赛 中国公开赛 香港公开赛三个冠军未成败季 但在2018年开年 在马来西亚大师赛上 雅思组合在决赛中不敌邓俊文谢银雪 没能取得开门红 苏国赛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赢球之后 两人才真正进入了磨合期 而接下来进行的Super 1000全英决赛 以及4月开始的压锦赛 他们都分别不敌日本组合 渡边有大东野有沙 以及印尼老将纳希尔艾哈迈德 连续的大赛事例也不禁让人想起了 207年苏迪曼碑上正所为搭档陈青尘时 让人失望的混双表现 所以也有部分球迷质疑 雅思组合是大赛疲软 而紧接着进行的马来西亚公开赛 赛雅思组合在球迷的质疑声中拿下冠军 但却在印尼公开赛上不敌陈炳顺五六赢 只不半决赛 这样算来 18年的上半年 雅思组合仅有印尼大师赛 马来西亚公开赛的冠军入场 尚未延续组合初期连续夺冠的势头 就在球迷质疑 是否应该拆散原有搭档 将他们组合到一起时 雅思组合却在7月的南京世锦赛上 迎来了爆发 在南京世锦赛上 正所为黄亚琼 继练战胜队友张南领一辉 黄东平王一律 获得两人组队以来首个大赛冠军 这是两人首个世界冠军 在世锦赛后 正所为黄亚琼也展现出 两人目前在混双项目的统治力 亚运会 日本 中国 法国 丹麦 福州公开赛 直到年终总结赛前 两人只要参赛 就悉数将冠军收入囊中 在年终总结赛的赛后采访中 雅思组合也提到了 对于18年的强势 19年必定会成为大家研究的对象 不过正所为也表示 两人已经做好了更加困难的准备 对雅思组合同样豪取九冠的小黄人组合 苏卡姆约和福尔纳迪 在去年的一期赛季已经出路锋芒 他们在一期赛季追平了 李隆大柳元星保持的超级赛七冠记录 在2018赛季 他们更是突破记录拿到了九冠 而在今年完成人生大事的福尔纳迪 更是打破了婚后Bflop的定律 全年71场比赛 仅输掉了6场 胜率高达90% 在这输掉了6场比赛中 除了世锦赛上 不敌加村剑士 原天起物之外 其余 军事不敌中国组合 韩城凯之浩东也成功了 唯一两次战胜小黄人的组合 总体来说 苏卡姆约和福尔纳迪 虽然在这一年中拥有超高胜率以及统治力 但世锦赛未能夺冠 相信这也是小黄人组合 在2018赛季的一大遗憾 同样胜率高达90%的 还有日本选手陶田贤斗 全年82场比赛仅输掉7场 2017年7月 陶田贤斗解禁复出国际赛场 开始在低级别比赛中刷积分 只为了在2018年参加更高级别的比赛 但2018年开年 陶田贤斗却因为在国内的集训中 右脚踝扭伤 而错过了马来西亚公开赛和印尼大师赛 和亚斯组合一样 陶田贤斗在2018赛季 也同样没能取得开门红 瑞士 德国 Super300的公开赛 连续两战 直布四分之一决赛 不敌同岁的印度选手维尔玛 以及台北的一个周天成 所以由于积分不够 没能参加全英赛的曹田 在越南国际挑战赛上 拿到了2018年首个冠军 也开启了2018年亮眼的成绩 虽然亚运会输球 也没有小华人组合 以及亚斯组合的酒冠 但从2017年 陶田贤斗解禁复出 到2018年9月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陶田贤斗从世界排名的 第282位登顶世界第一 并拿下世锦赛的南丹冠军 这也是日本羽球时尚 首次南丹登顶 成为日本羽毛球 南丹历史上的第一人 但竞技体育的魅力 或许就在于 他无法预知的反转 在年终总决赛上 亚斯组合 小黄人组合 以及陶田贤斗 均未夺冠 亚斯组合 在决赛中 不敌此前七连胜的 王一律 黄东平 苏卡木约和芬尔纳迪 则是小组赛 不敌双塔 并在最后一场的小组赛中 殷商退赛 而陶田贤斗 则是面对十与其的挑战 全程不在线 大比分落败 年终总决赛 变成了大型的翻车现场 而对于翻身的挑战者们来说 则是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了今天的重大突破 总决赛 混双国宇 抽到了上上千 不用面临同组厮杀 顺利会失决赛 王一律 黄东平 此次拿出了 出界球也要努力去救的热情 以及全程制造进攻的决心 在第八次的对决中 终于扳回一分 同样十与其 也第四次向陶田发起冲击 面对本赛季 对阵陶田 无剩计的尴尬记录 以及石与其在获得全英冠军之后 被寄予厚望的舆论压力 可以说在这场比赛之前 石与其一直不被看好 但石与其硬是从死亡之组中 杀出了一条血路 战胜京挺 孙晚虎 周天成 三场全胜 小组第一晋级 算在随后的半决赛中 差点不敌维尔玛出局 但经历了关键分的大心脏之后 这也让石与其在决赛中 与陶田的对决更加有了信心 再拿到最后一分 跪地掩面 像是流泪 又最终忍住 热泪盈眶的石与其 终归是做到了 另外实现零突破的 不仅有石与其 还有双塔 双塔在市井赛夺冠之后 状态陷入低迷 这种低迷的状态 甚至被丹麦选手投诉打假球 这一次的年终总决赛 他们同样被分在了 由有苏卡穆约 福尔纳迪 丹麦组合 安德斯索伦森 以及队友 韩城凯周浩东的死亡之组 最终 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现 在与小黄人的比赛中 双塔很好地限制住了 小黄人的中前场优势 并将自己的优势最大化 一直保持到了决赛夺冠 双塔本赛季 一共就三个冠军 一个亚锦赛冠军 一个市锦赛冠军 一个总决赛冠军 咱们的冠军不多 都是大赛 毫无疑问的大赛型选手 说到这个冠军 当然就不得不说新德胡了 实现了全满亚的新德胡 在小组赛 送给了夺冠热门戴资赢首败 决赛中 对阵日本选手奥元希望 新德胡拒绝重演 2017年市井赛 战胜奥元希望 夺得了首个总决赛冠军 夺冠后的新德胡 在采访中也说到 现在没有人再能说我 没有冠军了 看来这个冠军傍身 说话也是更有了底气 如果要说新德胡 此次的取胜原因 或许是因为新德胡 喜欢红色递交的原因吧 总决赛国语 三冠一赢的成绩 对于整个赛季的相对低迷 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其实2018赛季 相较于2017赛季 整体来说 国语是有所进步的 团体方面 在重压之下 成功未免汤杯 并在亚运会上 夺回了男团冠军 女团方面 陈宇飞在高级别的赛事中 实现了冠军0的突破 在福州公开赛上 拿到了首个 Super750的冠军 从2016年 澳门黄金赛 首次成人赛夺冠 到今年 首次拿到高级别赛事的冠军 两年的时间里 陈宇飞可以说是 四强的常驻型选手 陈宇飞的夺冠 也打破了国语 在高级别赛事中的 冠军皇 同样实现冠军皇的 还有男单选手陈龙 今年的法国赛 陈龙战胜十与其夺冠 89年出生的陈龙 如今已经算国语 除林丹之外的老大哥 或许没有了 巅峰时期的统治力 或许巡回赛的表现 不够理想 但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明年的5月 就是奥运积分赛的开始 所以调整状态 为东京奥运会蓄力 才是陈龙的主要目标 除了实现冠军皇 国语的小将们 还向顶尖选手 发起了挑战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去年还在低级别赛事中 打拼的韩承凯周浩东 今年就两次战胜了 世界排名第一的 苏卡沐约和富尔纳迪 卫越合计停 谭墙等小将的成长和崛起 也增加了国语竞争的厚度 这些年龄在20岁左右的年轻选手 18年算是他们登陆 高级别赛事中的第一年 而19年作为奥运积分赛 竞争也势必会更加激烈 在这里呢 我们也希望他们 能够带来更加精彩 以及更加稳定的表现 男单 女单 混双 男双方面 国语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但在女双方面 总决赛上 都有美佐级高桥李华的夺冠 以及日本女双的集体碾压 再对比国语女双的权限低迷 而2019年 作为奥运积分年 国语女双也将势必 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2019年 能否在低谷中 看到那一丝曙光呢 这还需要年轻的小将们 砥砺前行 除了国语方面 印度选手维尔玛 泰国选手王嘉伦 科西特 以及印尼选手 金挺 乔纳坦 都在本赛季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维尔玛在瑞士公开赛的 四分之决赛送给了陶田贤斗 在本赛季的首败 并最终战胜约根森 拿到了瑞士公开赛的冠军 泰国选手王嘉伦 科西特 虽然无冠军入仗 基本在八强左右徘徊 但两人的进攻型打法 也给球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九赛季 他们能否更进一步 还是像前辈 坦农萨克一样 昙花一现呢 这同样值得 大家的期待 同样面临这种尴尬境地的 还有京挺和乔纳坦 今年亚运会在印尼举行 作为东道指选手 两位选手展现出了超强的斗志 叛离赛决赛 京挺和时宇齐大战三局 拼尽最后一次力气 抽筋退赛 而在随后进行的个人赛中 京挺又战胜了夺冠热门 淘田贤斗 其实非常可惜 他在半决赛中 不敌周天成 未能与乔纳坦会失决赛 尽管止步半决赛 但京挺所表现出的体育精神 在印尼国内 还是引发了热议 京挺被淘汰 但乔纳坦仍然将金牌留在了印尼 就在场上 乔纳坦实现了对周天成的武杀 拿下了亚运会的冠军 虽然乔纳坦夺冠之后 被不少球迷质疑 是最水的亚运会冠军 但也并不影响乔纳坦超高的人气 亚运会夺冠后 加上军朗的外表 让乔纳坦成为印尼的国民偶像 身价上涨 代言活动不断 2019年 两人又能否再创新高呢 拥有超高人气的乔纳坦 被中国球迷熟知 就要说到2016年印尼公开赛 战胜林丹的一战成名 可以说林丹为年轻选手 提供了被球迷认识的机会 2018赛季 可以说是林丹状态最为低迷的一年 全一赛之后 九次一轮游 状态不佳 林丹也坦诚 2018年是职业生涯中最差的一年 但林丹表示 宁可是在竞争当中被淘汰掉 也不希望自己就 就默默地就离去 或许昔日的辉煌战绩 让如今的低潮显得更加悲壮 但相信林丹 作为众多羽毛球迷的羽球初衷 无论战绩如何 林丹都是那道白月光 同样2018年 对于李宗伟来说 也是非常困难的一年 7月的市井赛 李宗伟宣布因呼吸道感染而退赛 9月大马媒体爆料 李宗伟患有鼻癌 最后消息被大马雨鞋证实 好在李宗伟治疗成功 在归来的发布会上 李宗伟轻松地回答了大家 关心的问题 并感谢大家的支持 或许我们很难想象 李宗伟在患癌之后的心路历程 但当他后来与朋友讲述 当时的状况时 这位马来西亚的钢铁侠 也一度哽咽 在坚强的斗士 内心也会有柔软的一面 但这一切已经过去 2019年的李宗伟将继续启航 相信2018年 全英公开赛的邻里大战 绝不会是最后一次的邻里大战 在李宗伟所缺席的 大半赛季里 马来西亚羽毛球队 也陷入了低谷 教练团队的调整 年轻选手的疲软 加上马来西亚 唯一排名前十的 陈炳顺吴柳营 宣布退出国家队 以自由球员 备战东京奥运会 还在马来西亚国内 备受批评的双位组合 也很有可能 紧跟陈炳顺吴柳营的步伐 此时来看 马来西亚羽鞋 可谓是内忧外患 与马来西亚羽鞋 同病相连的 还有丹麦羽鞋 安赛龙在丹麦公开赛后 宣布旧伤未遇 又添新伤 整个赛季报销 缺席了总决赛 期间 也因赞助问题冲突 被爆出 可能退出国家队 而引发讨论 所有赞助商的冲突问题 蔓延至了丹麦全队 所有丹麦羽鞋 与球员就赞助冲突问题 举行谈判 但双方谈判失败 丹麦羽鞋 终止了与丹麦球员的合作 球员们需要各自返回 各自的俱乐部进行训练 不能使用丹麦羽鞋 所有的资源 如赞助商问题 无法达成一致 球员们只能以自由球员 参加比赛 总决赛上 安德斯·索伦森 则是全程在吴教练 依靠赛会治疗师的情况下 晋级半决赛 完成了所有比赛 截止到赛季结束 丹麦球员与丹麦羽鞋 就赞助问题 仍未达成一致 其实在羽毛球不断发展 和日益市场化的今天 如何平衡 个人赞助与团队赞助之间的 利益冲突问题 已经成为了当下 很多羽鞋所要面临的问题 但或许大马羽鞋 丹麦羽鞋 韩国羽鞋 现今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也将成为羽球职业化的先行者 赛季结束 各大羽超联赛 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印度羽超联赛 依旧是职业化程度最好 观赏性最佳的联赛 学习了总决赛的马林 养伤已久的安赛龙 以及李隆大等韩国自由球员 都出现在了印度羽超 就连内威尔也选择在 印度羽超开赛前 完成盛大的婚礼仪式 内威尔的婚礼 共超过3000人出席 包括印度体育 宝莱坞等重量级嘉宾 从这个出席阵容 就能看出内威尔在国内的号召力 在各大联赛结束后 2019赛季也将拉开帷幕 作为奥运积分赛季 选手们必定会调整状态 全力以赴 桃莲贤斗 小华人组合 正所谓黄雅琼 这样统治节的选手 也将遭遇更多的冲击和挑战 所以说 2019赛季精彩和激烈程度 可见一斑 那么如果用一个词 去形容被众多球员喊泪 给有精彩分成的2018赛季 你会用哪一个词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和我们进行讨论 这里依旧是 爱与科圆院 爱与科有光 为您带来的语曲啪啪 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2018赛季 世界羽团 哪些高光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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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